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在陈冠希 但是节后的几天 那个节目没出现了 很多人都在问了 说江江三人情怎么回事 这次怎么这么干净 配合主旋律 所以过年回来 先跟亲爱的观众互动一下 就是说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特别感谢观众给我写信 但是就是很多观众 他会在 他可能觉得我这生活比较困难 可能是 就经常在信里 会夹带一些小额的 这个钞票 就是这个 你嘛 我很难处理 就受之有愧 却之不公 你可以盖一个希望小时 寄回新门油费不够 没错 就是五块十块的 你说我也找 我跟人寄回去 这油费比那个还贵 所以说我在这儿 也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说这个写信 咱们这个特别高兴感谢 但是这个钱呢 也解决不了我的 要么就多一点 你应该跟观众说 我很有钱 不要再寄钱来了 那不是 要寄就寄蛋了 就是你看 所以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 有个香港观众 叫这个什么 庄泰 庄泰你看 看着咱们枪枪三人行节目 织的这么一个 披金 就是飞上去 让我披上去 是吧 这个应该不太适合你 比较适合你爱人吧 我给亲爱的这个庄泰 像小天使 像不像小天使啊 我怎么觉得有点在装可爱 对 反正人家的盛情啊 我就批一下 就是给庄泰满意一下 而且主要是这次 他是寄的这个钱款最大的 他这个信封里夹带了500块钱 500港币 真的 给我 所以说我想来想去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该怎么退 我呀就这样 亲爱的这个庄泰 就是说我们台 正好在香港 最近有搞一个慈善捐款的活动 就是资助那个云南的 那个贫困地区的那些儿童 对吧 转租 我呢就这个自作主张 把您的500块钱 我再凑个份子 我再加500 就算咱们俩的这个心意 我已经找他们去 交给那个云南的 帮你鼓掌 你知道你披着这个像什么知道吗 像什么 很傻很天真 我也可以 我倒觉得很像披着羊皮的蓝 我也可以拍照了吧 这也是小玩意儿的 这就 不不 这 好 咱们希望 拍照要有条件 否则也不会有人传播 所以对 现在说到徐老师感兴趣的问题了 我天哪 这个滚黑啊 你知道这不是个一般的毁音毁道的事 本来我跟你说 像咱们这种媒体 一开头呢 是想回避的 对 不谈 闹斯卡的时候就轻轻点了一下 没错 但是到后来 他们说你回避不过去了 对 这个事情啊 已经成了一个这么样的 甚至我跟你讲他们大学啊 我才知道 陈冠希事件 现在列成文化研究课题 对 准备开课了 开课 准备列入教材 作为文化研究 他是一个很好的 因为你想在香港连续半个月 都是头版 头条 有一句话是用烂的 你知道现在我上次都讲过 叫史上什么什么 史上什么 对对对 可是这次是真的 真的 史上最多人观看的身之不畏 哎呦 这是中华民族史上 没有过的 我真的觉得香港的新闻真的不多 怎么叫香港新闻不多 台湾没有那么多头条 这事在台湾闹得怎么样 它只出现过一天的头条 但是影剧版大概每三天 会有个很大的新闻 所以在台湾闹得怎么样呢 因为台湾的媒体 都是跟着香港走的 看他们说什么 大家就一起跟什么 说人家又要离婚啊 什么都是在撒狗血 在编剧 可是我倒是知道 有一件事情很不幸的 我所有的朋友 不管什么年龄 只要是男性 人手一张DVD 你知道 你误解了香港 他们头版头条 不是讲陈冠希 是讲什么 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讲英皇报警 你看看 这个照片一出来 这个恍若格式 英皇报警 说这是伪造的人工照片 这是正式的报警 我想不管是不是伪造照片 他是应该要报警 没有错 一定要报警 可是 就算不是伪造的 可是他报警 就是说人家是移花接木 刚开始 然后呢 但是过一阵呢 他们这个 等到这个深温张博之受害以后 这主流报纸 他就淡下去了 有几天他就不上头条了 直到后来 为什么连续上头条呢 是因为法律的关系 是因为警察 你看 也有传媒界的人出来说 什么亲者自亲 你看这个都是在旁边 给大家看看 这个都是在旁边 幸灾乐祸 可是你看 什么时候再上头条呢 这个非常值得研究的 你看 一号 网民被捕 后来发现他不是 不是主要的三号 然后三号 极可能接近 罗向源头 警收裸照第一现场 你看这个都是 都是法律的事情 所以意思就是说 传媒很有知识水准 不是 接下来呢 是民众在反抗 你看这个 滚黑啊 接下来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怎么对了 你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香港的民众呢 在谴责警察 执法不当 因为他们抓了一个人呢 其实后来鉴定 那张只是不哑照 这个人后来放出来了 后来阿娇露面 这个好天真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家都在网上看到过 对不对 好天真 对不对 但是最主要的是 这个文员呢 抓起来的文员货保是 最后变成了 然后评级 五张照片在头版评级 看到没有 他们开玩笑说 这个报纸啊 小学生都看得到 所以呢 小学生呢 就去用橡皮 擦这个黑的部位 以为是那个刮采呢 是吧 我跟你说 他们香港一个报纸 做调查呀 四成的中小学生 都看过 而且你知道就是 我那天我那天还问 真问了一个模特 你知道这个女性的心理 我跟你说 现在都到什么程度 我那天 我到一朋友家里 哎呀 我觉得这个太 一堆朋友 堆挤在电脑那 我说你们干什么呢 他就是说呀 说这些照片 不是总共几百张吗 说这些照片里呢 更重要的问题是 嗯 那个发现呢 就说那个 声音没出来 不是那个男性的 那个器官 就是那个 不是一个人的 然后就说 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的呢 然后这一堆 就在电脑上比 你整个一个电脑屏幕 就一大堆 哎呦 我就觉得 你们看到女性 在比这个时候 你们心里感觉如何 不过这次好 打破了人际关系 我听到很多台湾的男性在讲 哎 说这不算怎样吗 男性 男性都是这样 我跟你说男性 你我跟你说女性 我就问了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 一个模特 我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哎 你看了这个 我说假如说啊 我是一流氓 我手头有这些 你的这些照片 我拿给你看看 怎么样啊 跟我上床 就是说你 你是从了我 你要不从我 我把这个发出去 我就问他这个 这个选择 你你是宁愿不理我 让他发出去呢 还是就从了我呢 这个模特想了半天 之后说 我宁愿从了你 因为这个影响 不不不 我觉得应该不理他 因为你要一从他 你要从他一百次 因为他永远可以发出去 那是什么道理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就是在于 牵扯到现在的网络 你怎么样 你都发得出去啊 所以最近几天的 报纸的消息 都是法制的问题 你们看 都说他错告了 他虽然错告 然后那个人撤罪 你看到没有 对 但是我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法官的判例 法官是还是有谴责他 他只是让他无罪而已 事实上这个网民 他还是有散播 如果是在台湾 依照这种电脑资料处理法 只要你有散播 对当事人 比如说是 斗文涛的裸造好了 没有经过他同意 我是有罪的哦 就也许他只是 赤裸上半身 也不好看 假设是这样 不是 不是 你不知道香港的情况 香港的关键是 在这个事情 在最高潮的时候 那个警务处的一哥啊 出来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尚在是犯法 你在家里呢 意思是 你在家里看 也是犯法 你传给朋友才可以 结果呢 很多人就抗议说 在家里看 不能算犯法 游行 还有呢 我传给游行 还有说呢 朋友一下子 大家朋友就很多了 因为所有人都算是朋友了 你知道 这个就是马威都上次 讲的那句话 非常重要 我觉得他讲 他说一种新的科技出来 就会挑战人们的普遍的道德 我跟你说 而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你们是英美法系的 你们一切要靠判例 但是照这种电脑资料的处理 以前并没有这么多判例可循 新的东西又出来了 你知道这个内地的法律 还不同呢 对 吉林公安厅 网警队队 你知道这个春节 好家伙 广东公安厅这上百个 一百个网警 这叫山呢 一百个网警说 我们不眠不休 春节你们再过年 我们日夜不休再山 山不过来 因为我们得搜查上千家网站 而且你现在说的这个事吧 就是说 他们就给我讲 说你说什么叫查看 什么叫上传 我就有一种技术 叫什么P2P P2P 咱俩不懂 这种技术的核心理念 就叫分享 对 这种技术使得你什么呢 你在下载的同时 它就在上传 对 那么你说你是观看者呢 还是传播者呢 下载的同时 它就在上传 这是它本有的功能 下载上传 何而为一 你这亚洲洲館 秋里本写片文章 标题叫什么 上载欲望 下载权力 还挺会说 咱们去下广告 像这样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但如果这个事给你造成什么冲击呢 其实没有 是你们节目对我造成冲击 我老实说 我真是一个很道德的人 因为以前台湾不是有取美凤事件 我发誓我到现在彻底没有看过DVD 虽然别人气度给我很谈 那这次我也不打算看 因为我 但是我可以再看到你刚刚说的很多 可以有呱呱乐那种 有遮掩的 那个在网路上 没有办法 香港那个一打开首页 我就看得到了 然后很多朋友要给我 我也不打算看 可是因为你们节目要讨论 所以呢 我昨天晚上 因为我们节目要你看了 对 对不起对不起 污染了你 对 我就只好问说 到底有谁看过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对 结果 我有一位朋友就说 好啦 那我的手提电脑给你 我有啦 我现在就有啦 于是我就看了 后来其实我 说真的 我说现在不要论任何道德法律的问题 好我有罪 我看了 我想 那个 你要负责 没没没没没 看的人多了 说真的 我觉得陈冠希 在拍这个的时候 他只是在模仿日本A片 我觉得日本A片 基本上 他已经统治了很多的 这个亚洲的次文化 所以你发现他所有的 制服诱惑啊 百姿态啊 什么 他太像日本A片 而且他所选的女主角 都比日本A片还来得漂亮 这一点你要承认吧 身材太近 对 而且他这个男主角身材也不坏 对不对 所以其实整个看起来 当然呢 画面不错是吧 你要用败德的成分看他 他就是败德 可是如果你要说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 信谎原录影带 如果说这个当事人他是主动 他要铺给你或怎么样 他也可以说他还蛮艺术的 当然啦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我觉得现在主要问题是 我个人的看法是 我认为陈冠希还有比如说阿娇 还有张伯之 我事实上觉得 大家不应该用抓女巫的心理 好像一定要把这些那个伪善里面的那个恶魔 你都这样骗我们 你装出来那么玉女形象 或装出来那什么形象 我认为 其实他们都是被害人 我一定要澄清 就不管在哪一国的法律 我相信 他们一定都是被害人 但是我跟你说 我一开始也这么想 到后来呢 我听了民间私访意见多了之后呢 我有点混淆了 就是我跟你说 我的感觉啊 假設这东西看多了之后啊 我就发现呢 你说将来这个网络 要老登这种照片 其实啊 真是像你说的 我觉得就是让人看到人的真相 就是对 他就是人 你比如说他不就是这样吗 发育很正常 跟你的一样 他还要这样是发育很奇怪 咱还值得特别关注哈 那你就看 你低头看看自己的 也一样啊 对 为什么大家驱之若物呢 就甚至包括像你说那取美泵 对 我说很正常的性行为的姿势啊 连这个花款都没有什么新鲜的 你也这么干啊 那你为什么要看 所以说看 看的其实不是不雅不为 而是那张脸 是明眼的 是因为有了那张脸 嗯 才想看 就像我原来说的嘛 我有一次那个上南厕所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 有个观众就在我旁边一块 在那小便嘛 然后一看说 诶 德文涛 我说你好 我是德文涛 你知道吗 他要看看我这个长什么样 他具备了所有 对 他看就是如果他看你长得什么样 其实OK他还没犯法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他把你照起来凸在网路上 他是犯法了 而你称是被害人 我 我觉得害 我要狠一狠心 我还真能就是说 诶 徐老师你觉得这种事情 你看他具备了所有平常大家的追求的要素 你看四星级的偷窥 第二 名人的丑闻 对 第三 唯小宝式的男人中心主义的带入 对 所以现在人家还要演发 最后背后有有豪门恩怨 有大的幕后黑手的 有有这种残入 还希望有暴力 很多人都说陈冠希回来这个手要当心 黑道 大家在看这个连续剧 这个连续剧是各种因素凑在一起 但是我这次我从上海到香港 我发现两边的态度很不一样 我觉得一国两制是有点不同的 什么不同 在香港呢 基本上这个共同的概念是有 就像他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些人本身是受害者 最不道德的是把他放上去的人 对 可是在内地呢 基本上大家不关心谁把他放上去 甚至还在惋惜说 如果那个奇拿要被抓的话 哎呦 帮他出主意 大家直接评判的是这几个人 这个行为 道德不道德 对 我觉得这是内地 你发现有这个不同没有 对对对 这个是内地社会的一个造成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 内地也觉得同性恋很不道德 我每次去都被他问到这个问题 不不 你知道在内地 如果你啪出现来了 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一个领导 人家一般不关心程序正义 就是说他是怎么来的 而关心这个领导好不好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问题 很多人我也遇到我的朋友啊 在上海他就跟我说 你不觉得你们这影剧圈很变态吗 对 不好意思 因为我也被算入影剧圈 因为我做过很多娱乐节目 很多人看完 我做过很多明星 不关心程序 我也不在乎我到底是一个作者 还是一个艺人 其实我觉得你自己有定义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你这个叫变态吗 老实说他们做的所有动作 哪一家的爱人或夫妻 男女朋友没做过 当然有人可能没 我跟你讲 底线就在这个地方 不不不 可是他们已经 没有 我认为如果你们两 好OK 你千万不要被揭发 有错 不不 你说你说 我不认为 你现在陈冠希他只拍有一种照片 让人家觉得变态 那需要是你说出来 我女生不好意思讲 不我告诉你 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照片 最不舒服的 他们根据的标准 其实心理的标准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会不会做 好 等一下 你知道每个人都在 假如他能够想 我也会做的 他就会在心里 理解原谅这些人 现在很多人在愤怒的 尤其是内地广泛传说 就是有很多真诚的 我就认识很多人 那个表情就是说 怎么办啊 他们将来怎么办 儿子都生好了 没错 很多人在 OK 能这么玩吗 都这么玩了吗 你如果去看那个 很多性学的教育书 我们现在在谈性学教育 他们会觉得做那个动作 其实也是一种 很正常的性行为 OK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最不会做的事情是什么 一 我们不会拍出来 但是 不拍的人很多 拍的人很多 oral sex也可以理解 问题就是那个by pose 那个by pose 你会做吗 你会碰到有一个你至亲爱的人 你会让他摆出这个姿态吗 我觉得 这个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 不不不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讲的 在玩法上大家有争议是吧 能不能这么玩 不 但是大家在争议 争议的时候就忘掉了 你根本是不关你的事 很多人 我告诉你 这里边也引申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认为 咱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人 那么存在着一种呢 哎 存在着一种所谓的科学的 正确的 这个这个什么价值观 还存在着一种 政治正确 还存在着一种大多数的 民分 传统道德 还有正确的信心为方式 所谓正确的 你比如像李银河说的那个 我认为 对吧 两个人在卧室里 男女成年人 自愿 什么异装屁呀 自己拍照啊 想怎么玩 玩 玩的开心 都是你的人权 对吧 但是还有一种呢 传统道德 传统道德下 很多人觉得 哎呦 这么玩就叫 交涉淫逸 这么玩就叫 好多好多年前呢 张弦亮写的小说 很有争论的时候 跑到香港 就有一个香港 张弦亮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再说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 徐老师拿 内地抢注 惯西 阿娇 呈性用品 商标 还有这标题 徐老师接着讲 张弦亮 他那个时候 写小说 以性这个争论 结果就有一个 算命的 找我们去看 当时的这种 三级四级篇 然后就讨论 这个问题 就我记得 张弦亮就说 他说北方的妇女 他们不习惯 这个oral sex 什么叫oral 就是口交 他说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 没有天天洗澡的情况下 分上半身的 上半身的毛巾 跟下半身的毛巾 分开 脸盆也洗开的 所以这个 跟物质生活条件有关 所以很多人 是第一次 年轻人可能不一样 在那个时代 过来的人 他们认为 这个东西 他们不能接受 你知道这个原因吧 我知道 难道我们关于 这世界的讨论 要进入到性玩乐方式 我现在不再接受 不接受口交 我觉得问题就是说 我也劝大家不要拍照 我的问题就是 他现在是高兴 他拍这个照片 算是他闺房情趣 只是有人呢 把他扑了出来 就是你不应该看 不应该做的在传递 对我不应该看 我完全同意 这就好像药房里 有一种特别的药 你拿来当咳嗽糖吃 你就有害了 我觉得性是这样子 我还是比较赞成 某一些 比较开放的性学专家的看法 就是在床上 只要你觉得 对双方身体不造成损害 而又你请我愿 大家愿意 你看他们对着摄影机的表情 有我不愿意吗 没有啊 那只要他们愿意的姿势 就是好姿势 只要他们高兴的动作 就是好动作 而且他们已经27岁了 如果他们是未全联 我觉得你可以谴责他 我跟你说都没问题 如果我 所以我就说 这什么不雅部位 其实看的是最雅的脸 因为你平常给我们大家 看的是你这样一张脸呢 你觉得跟他造成反差了 我跟你说 你说这个香港 最近前两天还判了一个 这个事为什么有传染性啊 有一个女 传染性 对啊 有个女孩子 要当了一个男孩子 跟他分手 要跟另一个男的结婚 这个男的孤包不成 要挽留嘛 最后怀分在心 把去年情人节 两人拍的那个照片和视频 现在要加重拍 上了网 现在要重审 就威胁这个女的 是 这种例子在台湾非常非常多 所以多年来 我们一直是 希望女性的年轻的女生 不要因为一时男花女爱 是留下照片 因为每 大概每三个月 就会有一桩类似出现 就是你要结婚 然后我就把光碟 拿去跟你为婚服 其实我告诉你们啊 就这样 其实我告诉你们 陈凯科早就警告 我看了这个事情 陈凯科 陈凯科是了不起的导演啊 你们记得那个电影没有啊 你知道现在内地上网 看这个东西 其实在某种上都犯法的嘛 所以你记得那个电影没有啊 张伯志 没关系 真的